张雨琪与王权离婚之后没过多久就再婚了 张雨琪现在的老公叫袁八元是上海金融界的人士 为复旦大学博士 袁八元和张雨琪再婚之后两人一直都比较计较 但是最近有媒体爆出袁八元在新加坡欠下巨额赌债 还爆出了老赖事件 被指学历造假 外包装明明是个高富帅人士 实际上却是个恶意欠钱不还的老赖 袁八元被曝在新加坡欠下巨额赌债 赌场方面的律师事务所也出具了相关的欠款追讨律师函 9月18日有网友爆料袁八元管理的上海星浦有限公司欠债 官司败诉 据悉从审判结果来看 袁八元所在的上海星浦 公司未按规定执行与建议公司签进的合作意向输入类的相关规定交付并争物业 赔偿对方2万多欠款 这是继赌债之后 张雨琪老公再次深陷债务之争 一位知情人爆料称 袁八元拖欠服装公司员工工资和工程款400多余万 袁八元声称公司没有钱却称作私人飞机去往新加坡赌博 更是欠下200万新币的赌债 折合人民币接近1000万元